圣灵 作曲 圣灵 圣灵在這邊來做分享 感謝主義書基督的恩典 我們在第三天的晚上 我們要用 人的尊貴性 来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我们人 并不是所谓的 从人缘里面 演化而来 当然也不是从石头蹦出来 人 他是神所造的 所以我们的造物主 造我们人 他原本就是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跟神之间 有一个很亲密的 一个属灵的亲情 那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来说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不单是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也因信耶稣基督 成为永生神家的一份子 那我们出我们入 都在神的保守里面 这是非常幸福的 那有一位姐妹 在之前小弟注目过的某间教会 那由于有一次去参加家庭聚会 那这个姐妹她在做竹林 那在竹林家庭聚会的时候 她说有一回啊 当她早上醒过来 睁开眼睛 结果发现啊 上班要迟到了 所以呢 她心里很着急 那就想说 赶快要冲到这个公司啊 赶快去打卡 要不然来不及 那结果很奇妙 她虽然看起来要舌道了 结果她说啊 上班的路上都是一路绿灯 让她从家里啊 一路绿灯到公司 而且呢 到了公司还比其他同事还早 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那也告诉了我们啊 人生的路上啊 我们真的因为耶稣基督啊 我们能够蒙福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引领啊 跟祂的私生爱所牵引我们啊 我们都能够走在神的一个看顾当中 那第二件事情是小弟啊 因为在北区已经做了很久的一个开拓工作 那我们讲开拓就是要传福音啊 那有一回在几年前在湖口传福音的时候啊 当时袁宋隆传道刚好注目大元教会 那跟吴谷还有巴黎吉拉索 那一次啊 他们就邀请了他们这个大元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来参加这个湖口的一个开拓 那结果我们当天礼拜天啊 一大早我们聚集 然后分组完之后 我们就准备啊 要出发去啊 按着各组来发传单 那结果在出发的时候啊 正要出发啊 有一个小妹妹啊 突然间哇哇叫啊 因为她肚子很痛 结果她的妈妈啊 就跟他们的祝母传道员 宋隆传道说啊 说啊我的女儿肚子痛啊那怎么办 那元传道就来跟我讲啊 那我们两个传道想一想啊 大家现在要去开拓了 要去做主教步道了 然后突然间肚子痛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 我们先为她祷告 求主耶稣引领 所以我们两个传道啊 我们就轮流帮这个小妹妹 按手祷告 那结果很奇妙啊 祷告完之后啊 这个小妹妹啊 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她跟她妈妈讲 因为在闭上眼睛 在祷告的时刻啊 我们在按手的时候啊 这个小妹妹听到 有一句话跟她说 她说你的病医治好 闭上眼睛 听到有声音跟她讲啊 她说你的病医治好了 结果呢 我们听到这句话 我们就心里很高兴说 安啊 既然谁说说 你的病医治好了 那接下来的事 就是神的事情了 所以大概五分钟之后啊 这个小妹妹啊 快快乐乐的 还跟我们讲说啊 诶 船导啊 我可以跟你们去发传单吗 我们说好啊 那就这个小妹妹 就蹦蹦跳跳了 一路跟我们去发传单 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啊 我们跟神的一种亲密感啊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每天的生活啊 我们都不是绝望的 虽然疫情在变 这个有生命的一个历练当中啊 总是有很多难过苦关头 但是我们一路走来啊 我们的神啊 都在保守我们 所以信耶稣啊 真的很幸福 希望我们的木道朋友啊 不管你来这边几次啊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恒心的 来寻求这位永恒的父皇 让他做你的救主 这个是在今天里面的一个前言 那在创世记里面啊 告诉了我们啊 神啊 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海 然后呢 也开始创造了植物 创造了空中的飞鸟 创造了海里会游的鱼 还有这个 这个 当然最后一天就是创造我们这个人啊 然后到了第七天啊 他才把他的工作都完成了 就休息了 那一天叫做安息日 所以我们这一处教会啊 我们守安息日 我们在六天当中我们劳碌 我们为了事业 为了我们的家庭 为了种种工作上的需要 我们努力的付出 但是到第七天的礼拜六啊 我们就会到主耶稣面前来守安息日 这个叫做恩典的安息日 在这一天里面啊 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 享受身心灵的平安 所以信耶稣啊 真是甜美 不是有一首赞美诗 有这首对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那这个诗歌啊也是很有趣 那人啊的尊贵性啊 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那首先我们先看传道书的三章二十一节 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 人生有很多不能够理解的答案 我们看传道书的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二十一节 好 预备开始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呢 阿们 传道书这边啊 所谈的一句圣经的话 说谁能够肯定 人的灵啊 死了之后是飘 飘到神那边去了 那瘦呢 他没有灵魂 所以死了呢 就 魂啊就散了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啊 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 我们才知道啊 这个人啊 原来啊在肉体里面啊 我们还有一个灵魂 当神把灵魂收走了啊 我们人的气就断了 所以啊 这个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那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 旧约圣经的第二页啊 创世纪的二章七节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人从哪里来 二章七节啊 预备开始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道亚当 感谢神 那圣经里面啊 开宗名义啊 就告诉我们天地的起源 就是这一个创造主所造的 那也告诉我们啊 这个人啊 生命的由来啊 是神利用地上的尘土 然后造出人 所以我们人如果死后啊 你把身体的元素拿去化验 拿去实验室看啊 我们人的成分啊 都是跟土壤的物质都是一样的 所以以尘土造人啊 这是真实的 那神吹了一口气 在我们人的鼻孔里面 这个叫做生命的气息 也就是生命的灵 那神吹了这个气在我们里面啊 我们就有一个灵魂在里面 所以 人不只是万物之灵长 那我们人因为有灵魂啊 显然我们跟其他的受造之物啊 我们更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我们人有灵魂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 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一下 来读一下 来读一下一杯 开始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造神的形象 造的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人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啊 特别尊贵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人像神 世上的任何 我们地球上任何的生物啊 没有一样是像神 有神那样的性情 只有人 所以我们人 圣经说啊 我们人有神的形象 我们有真理的人意 我们还有圣洁 那当然人 因为有神的形象 我们人有什么呢 我们有神的人爱 我们有神的公义 我们有神的圣洁 我们有神的温柔 我们有神的良善 这不是天生生出来就有 是神把这样完美的一个性情啊 就赋予人的内在啊 有神的特质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人特别不一样 那这边为什么说 并且穿上新人 这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啊 特质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三章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三十八节 我们第一代的人类祖先叫做亚当跟夏娃 这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啊 那最后啊 最后的第六天的时候啊 造了人 一个男人叫做亚当 后来从他的肋骨再取一根出来 再造夏娃 全世界的第一个女人 那第一个男人跟第二个女人啊 神让他们结为夫妻 那亚当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读一下 好一起来读 一备开始 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 赛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透过天上的神耶稣基督啊 从圣经里面启示了我们 我们跟耶稣之间啊 天上的父啊 我们称他为我们的父 而我们就是他的孩子 所以我们是神子 好像这个今天啊 如果说有人说啊 你是你有这个 英国王公贵族的血统 我们当然可能会以你为荣啊 我们是那个英国女王的后代 因为他有 我们有他的血统 我们谁谁谁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称呼啊 我们都会觉得很光荣 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啊 我们的荣耀是超过万的 事实上没有任何的荣耀啊 能够让 像耶稣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 这么一般的尊荣 所以在正耶稣教会里面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管他社会的条件怎么样 有些人做老板 有些人做会计 有些人是在打杂的 有些人是在做清扫的 我们也有教会在做这个清洁工 在甚至是做那个 这个在做打扫的 那虽然呢 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一样 但是我们啊 是正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 让我们觉得是荣耀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高跟低 我们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 不管你看中我 你轻视我们 Anyway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是抬头顶胸在神面前 光明正大地成为神的孩子 第四个呢 我们看创世纪的这个一章的二十六节 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 好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好一起来读 一备开始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那人还有什么特质呢 这边说 我们除了有神的形象 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样式 那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神赋予我们啊 管理权地的一个权柄 那这个怎么说呢 好像今天我们 我们在座的有些是做董事长 有些是做老板 有些是高阶主管 那如果我们是董事长啊 我们聘了一辈子的事业啊 有一天我说 那我 我已经从这个年轻的时候拼到现在 财产也不少了 事业工作都非防腾打的 那因为事业有成啊 我应该可以光荣的退休了 那我要把我这份丰厚的产业 我要把我这份荣耀的这份职业 我要交给我的孩子 因为那个孩子年轻啊 我就送他到英国去啊 去读这个 有关公司关系的各种课程 那从年轻就开始培养他 到现在呢 我的工作 我可以把我的事业交给我的孩子 因为我的孩子有我的聪明 我的孩子有我的智慧 我的孩子受了栽培 今天能够把这份事业交在他的手里面 他足以能够做老板 这是一种尊荣的分享 所以我们知道神啊 把管理圈地的责任给我们 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们 也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 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聪明 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特质 所以呢 我们有资格能够得到神荣耀的分享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想到 不是猴子在盖房子 对不对 今天不是猴子在开飞机 今天也不是猴子啊 担任这个乘客做太空说 做这个太空船 现在已经有开始民营的 这种太空船 可以带那个有钱的人啊 好像是要花不晓得多少钱 我不晓得是一千万美金还是一百万 我对不起啊 忘记了 那就可以买一个位置 然后呢 不是买 应该是买一张太空的车票 然后坐到太空 然后再回来 这样才几个小时 就开过了爸爸的美金 这个真的是很像 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我们人能够造飞机造船 我们能够盖摩天大楼 然后我们人能够盖造这个高铁 那为什么不是金鱼 为什么不是人公认是也很聪明的海豚 为什么不是那种灵活蹦蹦跳跳的盒子 那为什么是人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说双手万能 因为这是神赋予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拜神 为什么要拜天上的神 因为这一切的特色都是从他身上移植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不拜神 我们其实是很可惜啦 没有尊重天上的神 那第二个神赋予我们做这么多的恩典 我们不去拜他啊 很可惜 走迷了路啊 然后没有回头 以后我们信耶稣啊 我们其实是还可以回到天上的家 永远做神的孩子 永远尊荣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归入真耶稣教会 为什么要借着圣经啊 我们相信天上的神 那人为什么会有以前的救人呢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 那这个犯罪的起因啊是因为魔鬼的诱惑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 圣经以赛亚书里面啊曾经有谈到一段经文来预告啊 这个应该也不是预告啊 说明啊这个天上之星魔鬼啊 他是怎么坠落堕落到坑中极深之处 魔鬼本来是天使啊最后因为骄傲犯罪被神击打 掉落到掉落到我们说的什么凡间啊 那圣经里面是有这样说 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 好一起来读 好预备开始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拜列国的何尽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云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个神是造物主 其他的一切包括天使 然后包括我们 我们都是被造的 所以我们昨天有说 天上的神既然是造物主 一切都是他创造的 都是被他所拥有的 所以真正的神是不用住在庙宇里面 真正的神也不必人磕神像来拜 他反而把生命气息赐给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拜的独一的神 所以拜神其实是一个大恩典 宗教这么多 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归入真耶稣教会 这个宗教那么多 当然每个宗教都有他很好的一面 但是竟然我们能够透过真耶稣教会 这里是神的家 是天的门 我们归入真耶稣教会 我们进入到神的国 以后被接升天 要回到永存的这个神的家 这真的是至大无比的福气 那由于这个魔鬼他骄傲 后来这个犯罪被击打 墜落到这个人间里面来 那魔鬼虽然这个已经跟神不同国 被逐出神的国 被逐出光明的这个国度 弱入到黑暗 而且成为黑暗的掌权者 像我们昨天引用圣经 说到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所以今天我们何其有幸 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我们已经在光明国度 我们做光明之子 我们不用像以前 结婚要看时看日 做什么事情 甚至上班 还要看天文地理 要看风水 这个其实基督徒 我们就没有这种 因为我们信耶稣 神比一切都大 所以我们在主里面 有神的保守 我们不用跟世上的人 被卡在那种风俗习惯 动弹不得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我那时候再加一加会办婚礼 那当时在结婚当天 我那个舅舅 含了那个脸盆 给我说要会会 那个是世上的风俗 有一些风俗要这样遵行 结婚才有平安 那结果后来我们就跟他解释 说舅舅不用了 我今天信耶稣了 那时候陈一龙传道就 就跟我舅舅解释说 朝鑫现在不用像世上的那些风俗习惯 因为今天神就是他的神了 他不用再害怕 不顺着什么风俗习惯 就人没有平安 经过这样解释 我舅舅也很开心 他也没有说不行 那我就感谢神 就平安顺利的结婚 所以信耶稣真是美好 那这个魔鬼他犯罪之后 被神逐出了神的果 他并不能够安分 当神造人之后 这个人跟神是很亲密的 尤其神安置的伊甸园 把人安置在里面 好像我们父母亲 那个太太也怀孕了 我们就会准备一个漂亮的家 准备孩子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安置在他喜欢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神造天地万物之后造人 把人安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圣经里面说神常常在园中行走 我们天上的父常常就会看他的孩子 有时候就来到这个园中 就呼唤这个 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 当然以前都看得到亚当夏娃 因为他们神跟人之间 是没有隔阂 但是到了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 这里 所以这个魔鬼 他不甘神跟人之间是这么亲密 所以开始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和睦 我们看三章的一到六节 三章的一到六节 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讲的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 也只有圣经能够把人的来龙细末 还有人今天人生的处境 讲得一清二楚 这本圣经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看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好 预备开始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圆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好 蛇 现在的蛇 你听过蛇讲话吗 没有嘛 你去抓一条蛇 如果你敢抓的话 你跟他讲话 一定不通 那以前的蛇竟然可以讲话 那这条蛇 是被魔鬼 成为魔鬼的工具 跟人对话 引诱人来犯罪 神在照这个伊甸园的时候 吩咐我们的始祖 亚当夏娃 圆中树上的所有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但是其中有一棵树 那棵树上的果子 叫做善恶果 你不可以吃 如果你吃的那一天的日子 你就死掉 这个时不但是指着 人吃的这个果子 生命有一天会结束 这个也包括吃的 那个散热果人的灵命 会死掉 会成为罪 所以这个蛇透过这个 魔鬼透过这个蛇 诱惑了夏娃 起了疑心 而且魔鬼 藉着夏娃 不清楚神的话 世世而非的一种误导 第三个人 魔鬼挑起这个夏娃的 好奇跟好胜心 第四个呢 魔鬼借着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何今生的骄傲 使夏娃情不知尽 然后犯罪 所以呢 这个魔鬼啊 也借着啊 这个蛇啊 然后呢 让因为夫妻之间的一种 亲密的情感跟信任啊 让两个人都糊涂来犯罪 所以夏娃吃的善恶果啊 他不晓得自己已经 应该也不是说不晓得啦 因为他也知道说 神吩咐这个就是 不应该犯了 他犯了错 结果他犯了罪之后啊 他还把另外一个善恶果 又给他的先生吃 所以两个人啊 就这样啊 跟神的生命隔绝 所以人是尊贵的 但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果啊 罪从一个人就来到世界 所以神说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既然人吃了 人啊 跟神啊 就断绝了彼此 最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的第二节 人的灵命啊 因违背神的命令 犯了罪啊 人跟神隔绝 人的灵命就死掉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 好 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五十九章第二节 一备开始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眼眠不听你们 所以人的肉体会死掉 人的灵命也会死掉 回不了天上的家 我们再看以赛所书的四章 十七节到十九节 以赛所书的四章十七到十九节 好 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信了耶稣啊 我们想想看以前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日子 那我们亲爱的朋友 在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你想想看你现在过的日子 又是怎么样的日子 好我们看以赛所书的四章 十七到十九节 一起来念 一杯开始 所以我说解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但是他们的心地昏灭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的无知 心力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无悔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文明啊 但是从人犯罪之后啊 这个罪来到世上啊 人的灵命断绝了 第二个呢 人的道德慢慢被腐坏 我们看诗篇的五十一篇第五节 所以诗篇的作者说啊 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沾染这个罪 再来到世上 甚至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啊 就已经有罪 好我们看五十一篇的第五节 好一起来读 一杯开始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啊 我们跟那些 世上的朋友在聊天啊 有很多朋友说 我干嘛需要耶稣 你们说世人是罪人 奇怪的 我从小生出来 我就很乖 我也不做坏事 这个学校我是个好学生 在家里我是个好孩子 然后我交的朋友都是好朋友 我也没有去杀人 我也没有去放火 我也不会闯红灯 我也不会红灯右转 那为什么说我是罪人 这个是因为祖先犯罪的缘故 所以今天啊 不管是谁 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如何 你在妈妈怀孕 有了我们的时候啊 我们就已经是罪人 那罪人不只是跟神的生命隔绝 罪人还不能住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们犯的罪啊 我们还做罪的奴仆被束缚 而且永远不能留在神的家里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哦 好一辈开始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 好我们看到的这段话吗 当人活在罪里面啊 我们都是 竟然在这个罪里面啊 想跑也跑不掉 那罪是有罪性哦 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比喻 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讲很多 那你看看现在有些人 对不对 吸了毒到乐界所 然后呢出了乐界所 被隐忧又继续去吸毒 那有一些呢是犯罪的惯犯 虽然被关了一年两年 关了几年 然后呢放了出去之后啊 还是作奸犯科 因为改不了自己的 惯性所犯的罪 所以人有罪是真的啦 我们人哦 在这个罪里面 我们人有罪性啊 会驱使我们贪爱 贪婪 会驱使我们有很多犯罪的想法 真的是人是有罪的 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 女人要受生产之苦 第二个呢 男人呢 要因为这个罪哦 要在世要劳苦工作 汉流满面才得糊口 所以不管我们在世上 是多有这个成就啦 其实每一种成就背后啊 都要花出无数的代价 那我想说我们累也只累这一辈子 有一天回到天上的家 我们也不必在早上八点起 八点好像太晚了 早上六点起床 七点就要出发 八点到公司去上班 我们回天家 不必去就业了 那你也不用怕失业啦 因为那边啊 神啊 养活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 能够因信耶稣基督啊 我们能够享受永恒家的一种喜乐跟盼望 那我们讲到的这个人既然失去的尊贵啊 怎么样挽回人的尊贵 这个就是跟耶稣有关 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 从马太福音的二章的一到十二节 这里谈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 两千年前啊 当叙利作王的时候啊 这个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圣经说耶稣啊 就生在犹太的伯利和 那当时有几个东方的博士 有人说是哲学家 那这几个博士 他们得到了启示啊 来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呢 来找当时的叙利王 我们知道有一个要降生来到世上 那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自往的在哪里 因为我们在东方看他的心 特来拜他 那吸利王听到就很不安啊 我不是做王吗 怎么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会来做王 取代我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吸利王啊 其实他是不知道啊 有一位天上的神啊 要离开天上的宝座 降世为人 做人类的救主 他本就是天上的王 所以耶稣来世上啊 不是要跟人家抢王位啦 他是要让我们啊 恢复神 儿子尊贵的身份 所以呢 那这些这几个东方的博士 他们就很奇妙哦 他们怎么样来到 道成肉身降生的耶稣 当时还是一个小baby 那怎么样看到呢 因为那颗星啊引领他们 在前头行 然后那个几个东方的博士啊 就跟着这一颗星慢慢走慢慢走 结果走到啊 这个孩子降生的地方 就在星就停了 然后呢 就看到小孩子耶稣 还有他的母亲玛利亚 那这个母亲玛利亚啊 他是还没有结婚啊 之前啊就已经怀孕 那可不是四管婴儿 那是什么权能 是圣灵 因为圣经说 玛利亚被圣灵充满 然后圣灵呢 要使他怀孕生子 要给这个孩子起名 叫做耶稣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受高者 就是天上来的救主 那今天你来到圣耶稣教会 你看到我们祷告有圣灵 这句话是真的 耶稣的降生就是一个神迹 那我们新加坡有一位林席因 这位统领 那这个席因 他是在住在新加坡的 这个耶里巴的地方 他本来从小就是在一个 拜拜的一个偶像的家庭里面 那结果在他这个参加 第二十二届的这个星马的领恩步道会 之前的几个星期 星马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们以前有一个联合的领恩步道大会 那在步道大会举开的几个星期前 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天上有一颗又明亮又洁白又可爱的星星 然后这个星星看起来就很像十字架 那这个十字架四个顶段都是尖尖的 那这个他就很 这个席因他就很高兴 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星星好高兴 然后他当时很开心 就想要把那个星星摘下 结果那个星星开始在天上移动 那这个喜音就在地上追 那很有趣 结果他说 他跑我追 那结果追追追到哪里呢 追到真耶稣教会的门口来 最后呢那一颗星 十字架的星 停在真耶稣教会屋顶的上空 结果呢他就进了真耶稣教会 异梦就结束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异梦 所以从1974年开始的9月14号 他开始来真耶稣教会目道 经过一年能目道期间 最后能够归主 他说以前还没有做异梦之前 他有时候怀疑说 正耶稣教会哪里有神啊 他也还没有耶稣 以这个星引领他的时候 他那时候啊 他因为从一梦里面 看到这个星星引导他 到正耶稣教会的门口 一直到他来正耶稣教会目道 他发现了 正耶稣教会真的有神啊 真的有神 所以呢后来 他在这个祷告当中 然后有圣灵 那之后呢 接受耶稣的宝血 洗净了他的罪 归入到名下 我们看 路加福音的二章八到十四节 耶稣降生啊 圣经说是神的儿子 其实他是天上的神 只不过他降生来到地上 是以神子的身份来 那耶稣呢 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看 路加福音的二章八到十四节 我们看中间这一段 前面也可以 这边说 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救世主耶稣 所以有人认为说耶稣啊 就好像孔子那一般的伟人 好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家 哲学家一个很出名的人 但是我们告诉你 耶稣不但是一个伟人 他就是神 按照圣经天使的见证 为我们生到世上的耶稣 他就是救主 那救主救我们什么 救我们脱离罪 救主呢 保守我们回到天上的家 拯救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 所以在以夫所书的二章八节到九节 怎么说 我就直接念了 我们可以直接看 以夫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一个信耶稣的人叫做保罗 他是一个传道人 他说今天我们透过耶稣的恩典 得到这个救恩啊 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看一下 以夫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我直接念 一辈开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宗教啊 你进入到这个宗教啊 你要怎么修行 有些人说要修行几万年 有些人说啊 这一辈子要修到下一辈子 有些人说我死了之后 我还要再去投胎 有时候啊 因为六道轮回嘛 有时候会到神的道 有时候到畜生道 有时候到什么道 人生永无休止的这个修行 但是我们告诉你啊 其实有更方便的方法 我们信耶稣受洗 洗掉我们的罪啊 完全不用接着修行 完全不用被世上的这些条规绑住 我们只要接受这个救恩啊 我们的罪就被洗掉 成为神的二者就能够回天家 如此的简单 如此的轻松 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 他为我们四人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看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 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 来读一下 一起来读 一备开始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就成为义人 好西伯来书的二章十四节十五节 今天翻的圣经比较多了 但是小弟觉得说 其实也蛮重要还是看一下 那如果你翻的已经手类了 你就看看前面这边 好西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 来读一下 一备开始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的奴仆的人 那耶稣怎么样承担人的罪 就是要为我们 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十字架是最可怕的刑法 他为我们把自己献为赎罪祭 成为神跟人之间的赎罪祭 成为中保 那为我们死啊 让我们人类所有人的罪 归到他身上 所以十字架的刑法是很残酷的 是非常残酷的 主耶稣从早上的九点 当了十字架到下午的三点 最后断气死掉了 然后他死的时候啊 有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 有水跟血流出来 耶稣就是这样完成救恩 所以当我们正耶稣教会啊 对于想要受洗 洗掉他的罪 归主的人啊 我们会带他到河比里去 我们带他到海里面去 我们带他到溪水旁边 然后呢 让他进了这个这些地方 那因为我们有圣灵 我们祷告 圣灵的运行 水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所以当我们泡在水里面 接受耶稣基督的保血的洗礼 这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 所以以前小弟在住墓新庄教会的时候 有一位这个墓道者 一位这个女士啊 她说她想要去观 去参观教会的洗礼 结果呢 她在我们洗礼的时刻啊 我们祷告 然后呢 我们把墓道者带到水里面 奉主耶稣圣明 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 结果她说看到那个清清的水啊 在祷告之后洗礼的时刻 那个水就是变红色的 所以真的啊 耶稣的保血啊 确实是洗掉了人的罪 所以我们洗掉了罪之后啊 我们就能够回归来做神的儿子 能够承受天上神要给我们的基业 我们就晚上就分享到这边 祝福 祝福 第二个新节ème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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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